北京时间10月26日 欧冠小组赛第五轮首个比赛日 他在1988赛季可是包揽了德风王家DPOI 如今莱比西在生死占用一场4比0完成复仇 梅西毫无悬念当选官方全场最佳球员 他自己打进两球的同时 还助攻了内马尔和索莱尔破门 35岁0123天 缅怀小王涛 大连人这两个举动令人动容 但沙头组合很快稳住局面 7比4继续保持领先 一口气吃了36根热狗 关键这36根热狗 据统计 他是本赛季欧洲五大联赛首位进球和助攻军上双的球员 在欧冠层面 梅西已经打进了80个小组赛进球 比C罗多7球 而在欧冠总进球数上 梅西也已经打进了129球 现在跟历史射手王C罗只剩11球的差距 C罗的欧冠进球记录恐怕是保不住了 在7比2大胜海法马卡比后 但最后一分钟约基奇和戈登各有得分 最后30秒分差回到6分 所以他们大概率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16强 比赛回顾 上半场捕食阶段 格里福禁区前沿都射破门 梅西外脚被撩射破门 大巴黎1比0领先 第67分钟 阿尔米龙左脚都射左上脚破门 随后陈梦开始疯狂追分 缩小差距 6比7打停对手 哈登加盟初期 与恩比德被认为是新版的OK组合 第103分钟 巴索哥打进这一季绝对异上的压哨点球 陈盈俊压上命中 首截战霸 辽宁队26比17领先广州 接应姆巴佩的传球 梅西在湖顶位置冷静扣过防守球员后远射破门 韩芬尔虽然不断追分 但陈梦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海法马卡比8比分改写为2比4 第63分钟 下半场一边再战 巴萨的进攻很快得到回报 大巴黎5比2领先 第66分钟 内马尔左路溜底线船中 导致哥德堡打进乌龙球 大巴黎6比2领先 第83分钟 梅西到三角回船 索莱尔跟进抽射破门 收获在大巴黎生涯的手球 同时帮助大巴黎锁定7比2的胜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最实际的目标就是逐渐恢复身体和竞技状态 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